我们今天这个课讲一下这个温度传感器的相关实验 我们知道这个STM32芯片里面有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 这个主要用来进行这个芯片温度或者外界温度进行一个测量 那么当我们的这个对温度要求不是非常精确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STM32芯片内部的这个内部温度传感器 用来测量这个CPU和周围的一个温度 那么作为一个内部温度传感器这样的一个实验 实际上是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AD这是息息相关的 好为什么说它息息相关呢 因为我们来看一下它内部的一个电路 它这里讲到了这个温度传感器 它实际上在内部和ADC第16后 这个输入的这个通道是连起来的 直接连起来的 那么这个通道我们前面上次课已经讲过了 有从0到15都是外部连接的 那么这个是连接的内部的这个Temperature sensor 比如说温度传感器 通过这个Temperature 这个Ctrl bit通过这个控制位来选择 那么说明我们实际上这个温度传感器出来的就是一个电压信号 而这个电压信号可以被这个通道送入到什么AD里面进行测量 这要得到一个数据 对吧 好 那么这就说明了 我们实际上我们要得到这个温度 跟上次课讲的这个AD是肯定有息息相关 好 那么这个温度传感器推荐采样的时间是17.1μs 那么是为什么说推荐它这个采样时间 是因为根据它内部的一个这个电路的结构 希望这个采样时间在17.1μs这个范围 当然你大一点更好 也不要小了 小了就可能造成不准确的这个结果 STM32的这个内部温度传感器的这个范围 也就是-40度到125度 那么说明这个范围还是蛮宽 对不对 在零下-40度和高于100度 对不对 超过废水的温度 那么这说明这温度范围还是很多的情况都可以做 只不过有一个缺点就是精度性还是比较差 大概在正负1.5 40度左右 那这个精度还是比较差一点 有正负115 正负1.5 那么可能 人相差还是比较大 对不对 知道我们这个温度传感器 可能大家用的多的就是什么用DS180这种单种线的 对不对 DS180这种单种线的这个温度传感器 那么这种单种线的温度传感器 它的精度比它要稍微要好一点 大概是增负0.5度 这样子 还有DHT11等等 这些也是可以用来进行温度的一些测量 好 所以我们这里讲内部的这个温度传感器 在这个精度方面 你一定要考虑 它不是非常准确的 做一个大概温度测量是没有问题的 好 这是我们讲到它的这个内部的结构 那么讲完内部的结构之后 具体这个这个东西怎么使用的 我们这里讲一下这个使用的一些步骤 第一个 要为了使用这个温度传感器啊 第一个我们应该将这个ADC通道16 选择作为一个ADC的这个输入通道 这个就是相当于你在ADC 这个选择通道的时候 又把又将第16通道选择进去 不管你是采用单次转换 不管你是采用单中的转换 还是采用规则组或者注入组等等 你都必须先讲这个里面选择进去 然后才能得到转换的结果 第二个我们前面讲了 这个不能采样的时间 这里才推荐的采样时间是17.1 17.1 但是到这里讲着必须要大于2.2 那么我们用推荐的17.1 这个可能就是比较好 比如采用时间不能太短 不要太短了 太快了的话就可能不准确 第三个有一个控制位 第二个控制位就是控制这个的 选择开关 也就是这里有一个连接开关 那么要将它连接起来 那么这里有个控制位 就是说你要将ADC2控制器寄存器2 这样的一个叫做TSV REF位要进行一个设置 然后能够以唤醒 你唤醒这个传感器 唤醒这个传感器 那么相当于将这个东西打开 第四个位 通过设置ADON位来启动ADC转换 这个跟ADC测量是一样的 也要启动AD转换 最后读取通过ADC计存器 读取这个VSENSOR的值 那么这里面就是说 我们在跟普通的AD 这里肯定也是一样的 也是要进行做这两步 对不对 那么唯一的区别的话 就是说第一个要注意 它的通道号是16 第二采用时间不能过短 第三个就是我要 打开这个开关让它连接好 好 那么做完这个之后 后面下面就是我得到了一个温度 我得到了一个数据的结果 那么得到数据结果之后 怎么计算 这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我们上一次实验 我们已经要大家通过编程 大家已经了解了 我们得到一个毫浮的电压值的 一个计算公式 对不对 我们已经可以测出一个毫浮值 假如说我们得到这一个毫浮值 是Data这个数据 那么得到这个Data Vsense 得到这个Vsense 那么接下来 根据这个Vsense 我得到这个电压值 我要怎么推断出来它的电压呢 也就是我推断出来它的温度呢 对应的温度呢 对应的温度肯定是T 对吧 那么由电压要怎么推温度呢 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公式 这是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式 那么这个重要的公式告诉我们 你测出来的这个电压值 你测出来的这个电压值 除上这个斜率 这里我们称作为温度比上Vsense的一个平均斜率 除上这个斜率 然后加上25度 就得到一个新的温度 得到一个新的温度 因为它测量出一个一个25度的 比如说我们列了两个列个坐标 比如这么一个坐标 这么一个坐标 这么一个坐标 那么这个坐标里面 这是对应的电压值 这是对应的40度 温度40度 点数是表T 那么 它选了一个量 这个量就是25度 那么25度对应一个 就是对应一个温度 这边就是V25 这样的一个数值电压值 这么一样电压值 那么现在的温度 假如是达到达到这里 达到这个 那么它就是说 这个是我测量的新的温度 那它对应的这个T应该是多少呢 比如这个应该是多少呢 这里得到我的新的值 这个值是可以测量出来的 Vsense Vsense 对吧 可以测出来 那么它就告诉我 那么它就告诉我 它们是有 这里是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斜率 对不对 这个斜率就是这个 假设这个斜率就是 Average Slope Vsense 减去Vs5 对不对 然后 Vs5度除上一个这个 这个要求的安逸值减去25 对吧 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A这个斜率 那么推演一下 那么推演一下就是 把A除过来 把A除过来 也就是安逸等于什么 Vs减去 Vs减去Vs5 除上一个A 是吧 加上一个 加上一个25 那么就是这样的一个公式 当然 我这里的Vs减去个Vs5 除一个A 再加上这个 那么它这里的公式是Vs5 减去Vsense 那么就是说 它的坐标系 可能不在这边 它可能是在这边的一个坐标系 坐标系可能方向是 是在这边的一个坐标系 所以说这样子 我们得出的 就会得出这样的温度 那么好 我们现在这个则是我们要 通过AD之后得到的一个数据 那么这个数据 应该是一个标准值 标准值是多少呢 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标准值 标准值 我们看看后面讲了没有 标准值这里没讲 那么我们告诉大家 这个标准值是 可以是多少 这个标准值在25度的标准值 它等于 1.43 1.43的这个1.43 这个电压1.43伏 这是Vs5 然后这个斜率是多少呢 就是这个斜率 斜率它等于 等于0.0043 这就是它的斜率 好 那么由这个值是1.43 减去我们可以测量的真实的值 除上0.043 加上25就得到我们这个温度 那么温差范围 就是带正负1.5的这个这个误差 误差范围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温度传感器的一个属性 属性 好 那么在这个编程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这里面 那第一个选择ADC 应作为一个输入通道 这个应该来讲比较比较简单吧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里面选择一个通道 我们前面学了 选择一个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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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啊 这里面有没有转换功能软件转换 转换功能软件转换 这个选择通道 这个选择通道 在上级课里面是有一个叫做set 好 这里 这里有一个规则组 configuration 对吧 规则组的configuration 还有一个注入组的configuration 肯定是也有了 注入组的 那么随便你选择哪一组 那你作为规则组 正常规则的时候 也可以作为注入组 不管是哪一个 你比如我选择规则组 这个组就是干嘛呢 指定ADC的规则通道 设置他们的转换 这个转换讯序和这个采样时间 那么这个也就是说 你如果使用了规则组 你将通道16填进去了 那么自然而然 他就要排上一个讯序 他有就有机会去得到什么AD转换 对不对 那么这个AD转换的时间 也是在这里面进行设置的 这个在我们这个前面也讲过 他也可以设置采样的时间 这里面 对哪个通道 我们现在应该选择第16通道 对吧 传入第16通道 然后他的周期 推荐是 采样周期是17.1 17.1 那么 那么我们用这个周期可以 28.5 采样周期对不对 他大于17.1 就OK了 对吧 刚才前面讲了 不得小不得 不得小于2.2 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说 在这个7.5到28.5 这个都是可以的 当然越大越好 人家时间要求不 不要要求那么高的话 你可以越大越好 这是采样周期 所以我们会发现 我们在这个程序 在这个里面 咱们 这个 这个 都有设置好了 那么这个位是在哪里设置 比如对TV TSV REF 位置 哪里设置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位是在 我们来看一下 应该是在ADC里面 这里有一个ADC SENSOR ADC SENSOR 这个TEMP SENSOR VREF RNT Command 失能或者使能整个温度和内部电压通道 那么这个要不要 这个要 这个要 就是要将这个打开 就是刚才 要将这个打开 你可以看它的 看它的 这个框是怎么实现的 你可以看到它 它应该就是在那里将这些位设置为1了 那么这里讲到了 enable和disable enable就是允许这个温度的传感器和VREF 这个内部通道 就是允许使能 那么这里就是说相当于我们又将这个使能 对不对 使能 那么这两个的话 我们前面是一样的 那么剩下一点就是计算公式 计算公式我也 将具体的数值和这个怎么计算出来的 就已经告诉了大家 那么好 现在我们就开始做这个实验 那么实验我要求大家 自己来 这个 完成一个这个温度实验 自己完成温度实验 那么我们要求大家 我这里 就不讲这个温度实验了 这个代码你们自己完成 我们怎么完成呢 有求测量 测量 测量 芯片的温度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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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你也可以修改芯片的温度 测量芯片的温度 然后将它显示到这个数码管 或者通过那个串口输出到这个串口 调试助手 都可以将结果 那么然后你通过你可以改变温度的芯片的温度 你比如说你用一下通过手去摸它 或者通过打火机收为加点热 加点点热 加点点热量 或者你用一个冷的东西 或者这个当然你不要去触摸这个芯片的饮酒 因为手上是有静电的 手有静电的话 人的身上都是有静电的 特别是在干燥的环境下面 那静电可能就更大 那么人的静电 特别会对芯片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是第一 那么特别是在通电的情况下 那除了有静电的伤害 我们也知道人的身体也是一个导体 那么这个导体在上电的情况下 你随便摸拿两个引脚 有可能你的手指这么大 随便摸一下就可能是一片引脚了 那么这一片引脚的话 那么就有可能对地 就会进行短接 电源地短接 那么有可能造成芯片的烧毁 这个是在很多地方 很多学生 包括这个初学者 在使用实际硬件的时候 经常不注意的地方 特别是那些自己 刚开始做这个产品的时候 经常会发现烧坏的现象 就是因为你 你没有自己 没有去认真的去对待它 而是你很随意的把它拿过来拿过去 既没有防静电 同时也没有防自己手上的这个作为一个导体 没有考虑这些因素在里面 所以说很容易去损坏芯片 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芯片 都是低电压工作的芯片 你像我们这个这个这个芯片 是低电压工作的芯片 这个低电压工作的芯片 这个STM上它是3.3V工作的 它的内核是2.1.8V或者2.5V 那么这么低电压的工作 人的身上的静电可以达到多少V 达到几十V 很容易损坏的 对不对 所以说特别要小心 对这种低电压的芯片很脆弱的 但是只要你注意了这些问题 那基本上按照要它自己去运行程序的话 它很难坏的 所以这里希望大家注意一点这个经验 我要到时候把这个芯片把这东西烧坏了 烧坏了这个芯片还是挺挺拿焊的 这个焊接也是一项能力 要想把这芯片拆下来再焊的话 手动焊的话就很麻烦 如果你用机械焊这肯定不行 因为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也不是 他说你想焊就能焊得上的 所以这里给提醒大家 对这个芯片的 芯片的使用的时候 你们要特别注意 不要用手去接触它 接触它的管角 所以你这个芯片的话 你可以适当的碰它的那个黑色的地方 或者用打火机 或者用其他的烧一下那个电路板 让它微热 你可以看到这个温度的一些变化 或者说这个芯片在工作之后 它的温度也会有反慢的上升 因为芯片在工作的时候 它是需要消耗一定的电流的 特别是你将所有的外设 时钟都打开 都工作了 让它工作了 你在这里输入输出 驱动这些电机 或者驱动灯 工作 那么这些电流也会产生一定的热量 那么这些热量同样 会改变芯片的这个温度 你可以看到这个工作一段时间 这个温度应该有少少少有少许的上升